接下来是一场艺术展演的消息 苗栗院里出生的李欣奇 他几日起在好地下艺术空间 为花莲带来与界线的距离创作各展 透过摄影和田野调查方式 带领民众从日常生活反思界线和距离 他的展览到1月29号 欢迎民众可以前往参观欣赏 好地下艺术空间2024年迎接第一档展览 有苗栗院里出生 就读于台一大美术系硕士班 擅长将对日常生活的观察 以摄影 录像 身体行动 书文字等媒材 来创作与思考的李欣奇 以界线为主题 把从新北市板桥到花莲 220公里的距离 Google Map与实体往返的虚实边界等 将这样的身体经验与感知转化成作品 带来花莲首场各展与界线的距离 我其实是刚好趁着这次展览 让他我在2023年做的作品 就是这两大系列做一个手术 然后再来这件的话是 这次来花莲半展才特 因为花莲半展这个需要移动的经验 所做的新作品 在来之前 一定会透过Google Map去看花莲这个地方 想要先初步认识 可是我觉得再怎么去透过地图去看这个地方 我都无法真的去了解这个地方 无法真的有自身的经验 所以我有一次我就特别是真的是骑着摩托车从板桥 然后经过北宜公路 苏华公路 然后进到宜兰然后来到花莲市 所以我就发现当自己身体在游走的时候 其实地图上的那些借钱其实是不存在的 然后尤其是我通过这个苏华公路的洞口的时候 然后跟这整趟旅途下来 就是我所领悟的领悟到的一句话 就是其实我们在穿过山跟山之间 其实它没有所谓的边界这件事情 我们总是希望这里的家可以再大一点 我们总是不希望别的车停到我们的门口 所以他们其实是用一种别的智慧 然后用别的东西放在那边 它虽然没有那么明显的写说禁止停车 可是它已经成了台湾人一种默契 我们看到那个就知道它的意思 然后像那边它有告示牌篇或者是置物篇 其实他们也是用别的物件去把它当成某一种告示牌 然后其实这些告示牌他们放在门口 其实也是潜藏的另外一个功能也是禁止你进入 所以这些东西它其实共有的特性 其实都是关于界限这件事情 关于居民在生存的空间里 怎么去扩张自己的私人领域 怎么去跟外面的公众领域做一个对应 此次展出日常雕塑系列 呈现台湾街头模糊地带的公司领域界线 搭配日常雕塑制作指南 记录与居民访谈的田野调查 跨域路挡的方法系列 则是以影格拼贴方式 呈现街头路挡的动态意象 454.6km福州花莲 则是记录从板桥来到花莲 到好地下场刊的往返身体经验 运用地图和比例尺 回应花莲到新北的界限距离 此月起展出至1月29日 欢迎民众前往参观欣赏 记者长方燕华律师报导 请不 madness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